水泥車駕駛原本好端端的開在內線車道 原本準備停的紅綠燈 但它卻突然朝左偏 水泥車就這樣直接跑到對向車道 駕駛不斷大按喇叭 順利越過路口後 靠著摩擦中央分隔道 才終於停下 到底怎麼回事 驚險一瞬間就發生在台中市區 當時水泥浴半車在行進中心路四段 和柯亞路口時 駕駛突然發現煞車失靈 眼看車子就要撞上前方停等的汽機車 駕駛當機立斷 先跨過對向車道 再趁著紅燈空檔扭回原車道 最後靠著摩擦力 順利讓車子停了下來 回到事發現場 中央分隔道上 還可以看到長長的煞車痕跡 讓人看了錯目驚心 該駕駛的反應行為 反應得宜 客觀的判定 該行為 阻卻違法 是可以不法的 幸好司機集中身智 不然若控制不當 撞了上去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接著陳思源 韓志勤在景城 台中 參訪報道